今天的麻辣下午茶呢 再次请到一位贵宾 也就是我们的两性专家 婚姻顾问以及畅销书作者 陈海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海伦你好 好开心又跟您见面了 真的每一次跟你聊 都好像时间太短 所以我们赶快进入正经 我们今天要聊一个老话题 外遇 为什么会有外遇 其实有两个情形 一个是 就是说大家在一起久了 没有彼此真正的关心 意思就是说 fall in love吗 你不是醉入爱河吗 是的 但是你醉入爱河之后 你如果没有真的很 taking care 好好的照顾它 它就会出轨 对对对 那你就是会有问题吗 就好像说 你常常就是车子都不保养 到最后可能就会有问题 那是 其实啊 这个是因为时间 很长没有注意 如果你真的很认真 在热情当中 是不会的 对不对 因为fall in love的人 刚开始都不会的 心里不会有别人 不会有别人 容不下一颗沙子 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是经营的 很好其实不会发生 所以你一定要摆烂 不管它 譬如说常常冷战 或者是说 就不关心它 就会出问题了 或者是 long distance 长距离的 远距离的 那这会出问题 因为你很久没有管它 才会发生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种情形是 它跟你这次认识没多久 它已经劈腿了 那这个情形是因为 它这个人已经 他有它的 惯犯 它已经有问题了 那么为什么 这不是你的问题了 不是 它是因为在你之前 它已经约会太多了 它已经有太多经验了 它好像家常便饭 其实我们吃冰淇淋 你不必天天吃嘛 是不是就是说 偶尔吃 偶尔嘛 那你天天都吃 一定会过肥的嘛 是不是 那它这是习惯性了 就是说时间到了 如果没有喝可乐 它是不行的 有点上乱的感觉 对 所以这个是 另外一种情形 那么这就是 个人的问题 所以有分成两种 一个是它个人的问题 你要知道是 哪一种情形 那么另外一种是 你没有照顾它 就是两人之间的问题 对 已经疏远了 然后你已经没有 让它觉得没有感觉 觉得没有特别的地方 因为你已经 也不太在乎它了 或者是你冷战过久 那么你长时间 不去管它呢 那它旁边呢 进水楼台啦 有什么事情 所以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对于这个第二类的 比如说是个人问题 那我们就不能 因为是个案嘛 对 那如果第一类呢 就是一般来讲 其实很多是这样子 就是老夫老妻 是是是 就已经没有感觉了 对 然后那我们要 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警讯 然后什么时候该做 有什么样的动作 其实一开始啊 它有这样子的一个 述议啊 它已经不开心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的 但是你常常不理它 因为你也不开心 所以你就故意不理它 你就把它摆在 然后就摆在那边 两人家赌气 对对对 最怕就是冷战 或者是说 太太常常拒绝啦 然后常常不愿意开心啊 那以前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现在这样 所以那个当中 就是沟通上有出问题 所以您认为啊 因为既然 我常常有这个想法 就是说 既然会在一起 既然会结婚 当初一定就是爱的嘛 相爱对不对 那可能在中间呢 可能不管是事业上啦 或是孩子啦 或是很多其他压力问题 金钱上 就慢慢疏远了 就是变成像你说的批发 那你觉得 有没有可能 再次的坠入爱河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你就是要把那些 心里面的不愉快 大家讲出来 然后两个人要有意愿 说我们共同来经营 要努力 就是跟做生意一样 你不能说开个店 每天都不去管它 一定会打合 是不是 对对对 那你不能说 你就卖个芋娃米索 然后今天不加醋 明天不放香菜的 一定会有 也是完蛋的嘛 已经被人家告 对呀 因为人家下次不来了 不来了 对不对 所以你每天都要做到 那个标准 所以老婆呢 就常常表 表情就很漂亮 这样子 你一定要做到嘛 因为你在恋爱的时候 不是这样吗 对 那你怎么慢慢慢慢 你就不做了 那当然退步了 那一定出问题嘛 对对对 所以那有没有什么 小小的 因为常常我们大家都很忙 老婆现在很多都在工作 对 也跟老公一样都很忙 就不能全部都要老婆做啊 所以有没有什么事情 就是说两个人都可以做的 两个人有 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共识呢 我是觉得啊 不必要规定 好像说学校教育 说是你一定要今天做这个 有的人说 每个礼拜六 你一定要 这样不太好嘛 因为就觉得 那你就会觉得说 那我这结婚好像很难受 对不对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一直很认真的去照顾她 爱她 然后问她的需求 然后她也一样这样对你 所以两个人呢 有话好商量 对不对 也要当倾听的角色 对对对 就是两个人都相爱嘛 而且是每天每天都要的了 对 就是跟恋爱的时候 你要一直保持热恋 很辛苦耶 你要保持热恋 对 所以那个活力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结婚啊 或者是谈感情啊 体力很重要 你要有很好的精神 你是说真的就是体力 是 你真的要有精神 因为平常没有体力的时候 就笑不出来了 就不想要可爱了 就不想说笑话了 然后就没有那个活力 去爱嘛 你要对一个人好 你要有体力的 那这样好不好 那可不可以两人一块去运动 可以啊 可以散步啊 对不对 然后自己要平常的生活饮食 要注意啊 不要太胖啊 实际上就很好了 对 那这样就有办法 你真的太厉害 其实有好多好多的这个资讯啊 所以呢 可以看看这本 当爱情出了鬼 有走到风的怪异 好不好 是 如果你还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那我们下次还会再请到海伦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您 谢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谢谢